体育首发创作挑战赛 意想不到 76人最新消息 哈登转会加盟快船 球迷幻想破灭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哈登加盟后 快船的一二三号位是真的很厉害 四五号位是真拉 塔克比较年纪大了 打打替补可以 而组八词更撑不起内线 但已经很好了 真的期待哈登 曼恩 威少 乔治 小卡 塔克 这新的无小的表现 常规赛哈登应该可以首发 季后赛一般不会 得威少首发 哈登没防守 适合待二阵 哈登加盟后 封线一点问题没有 哈登去了主打五号位 那威少一点作用没有 哈登打四号位 那就得威少打五号位 哈登吃球权得分能力 不敢保证 再者威少的组织能力 明显不如哈登 也是难搞 现意地获得过常规赛MVP的球员 总共九个 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 罗斯 威少 哈登 字母 约老师和恩比德 七个在西部 五个在太平洋赛区 哈登 威少 祖巴茨都不是以防守建成的 乔治的防守也就马马不过 唯一防守好的莱昂纳德 不一定会拿出之前的防守意愿 而且场上摆着四个两米以下的小哥 想换防都没有资源 这次快船的运作可以了 台卢来了个塔克 反正卡娇威登就最后这几年了 活不了怪 也可以重建了 哈登打个第六年 代代替补新秀底薪那些 让威少跟主力 最后时刻再看情况上 纸面上 玩游戏这个阵容真不错 但是快船这三哥们都是不耐操得住 牛出色的角色球员几乎没有了 替补也几乎没了 只望着哥三儿没场干四十分钟赢球 怕是季后赛还没到就赛季结束了 七六人现在也没办法 如果雪藏哈登 下个赛季哪个球星会来费城 如果哈登再不争气的话 以后再次交易 就可能没有球队转交业 其实现在NBA抱团也得看什么水准球员 威少和哈登刷数据可以 其他赛事看没看到 自从抱团开了仙河 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之河 哎 以后很难看到一人一成坚守的故事了 不过存在集合里 希望胡子可以在快船拿到冠军 不然也只会成为效率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